这个女人被自己老师扎了一针 师父名叫金在焕 之前是潜伏在国外的黑色药员 回归后透露情报给国庆院 所以独自长才会注意到千人之药 但万万没想到 三合会派来的人 竟是潜伏在国外的另一名 有叛变倾向的黑色药员 张天宇 老江认为 如果张天宇真的被判组织 必须有人为此负责 另一面 秀妍不明白 曾经正义凌人的金师傅 为何会变成这样 殊不知都是被生活所逼 金师傅干了三十年黑色药员 几乎把生命都奉献给了国家 可国家给了他什么 除了在这诺大的房间里看管资料 就只有那遍布全身的疤痕 有人管这叫什么荣誉 但在他看来 荣誉应该是像他手中的照片上一样 幸福美满的生活 但能给他这份荣誉的 既不是国家 也不是多亏他的牺牲奉献 才能过上好日子的人民 更不是现在把他当狗使唤的国情院 现在想想 还不如早点跟着那帮有钱的大哥混 他不知道秀妍从哪知道的莫比乌斯 但他绝不能让秀妍把这个情报送出去 与此同时 都市长派人去查看金师傅的情况 按说这个时候 金师傅该出发了 原来他早就知道金师傅有问题 他才是隐藏最深的那个 就在金师傅杀秀妍时 乌尔突然传来都市长手下的声音 他丢下快要窒息的秀妍 先去解决都市长手下 秀妍没有坐以待毙 等金师傅回来时 他撞开金师傅 并补了一刀 然后迅速逃跑 等金师傅出来时 他也没了踪影 金师傅只好作罢 情报已经泄露 必须采取行动 他离开国情院 来到车上后 立刻拨通电话 告诉对方有内鬼 交易钱先把内鬼救出来 与此同时 都市长发现派人跟踪张天宇的车 又绕回了月云邦的办公室 老江急了 让人寻找张天宇的行踪 都市长趁机联系手下 可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他把庆熙找来 让庆熙去当时看看 庆熙发现都市长手下遇害 正准备通知都市长 准备秀岩打断 秀岩让他把都市长喊来 都市长得知道安室的情况 立刻和老江去见秀岩 进去前 都市长去了趟洗手间 事情发展超出他的预料 金师傅本该安静的去交易 可现在却在组织内部杀人 让事情变得复杂了 秀岩已经把情况告诉老江 这次要交易的不是毒品 而是生化武器 都市长进来把秀岩喊走 他这才知道是秀岩破坏了他的计划 事与这次 他也没必要隐瞒了 金师傅十年前就开始收黑钱 无论是这次回来给的假情报 还是要交易的物品是生化武器 他都一清二楚 而且他还知道跟金师傅联络的人 就是张天宇 与此同时 张天宇和洪一哥来到交易地点 看到交易物品是莫比乌斯 两人并不惊讶 现在就差中间人金师傅了 洪一哥不知道金师傅什么时候到 但张天宇知道 大概两小时左右 肚子长的话没错 金师傅拿头有内鬼的电话 就是打给张天宇的 两人确实有联络 但张天宇并没有把有内鬼的事 告诉洪一哥 这就很奇怪了 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呢 另一面 得知真相的秀妍虽然有点吃惊 但还是选择相信张天宇 最重要的是 他看清了现在的局势 都次长明知金师傅给了假情报 却没有提醒大家 而是以此设下圈套 在交易现场逮捕三合会成员 把莫比乌斯拿到手 顺便铲除叛徒 其实都次长根本不在乎张天宇的死活 以及张天宇是否被判组织 是的话 现场逮捕或射杀 很正常 不是的话 由于现场混乱 杀了也无妨 全当是为组织牺牲 如果事情进展顺利 一举三得的战果 足以让都次长在国际院站稳脚跟 但事情没有按都次长的预料发展 现在张天宇跟丢 金师傅消失 若交易完成 都次长得负全责 他都能看清现在的局势 都次长怎么能看不清 但都次长现在没得选 只能先软禁秀妍 不让他破坏自己的行动 可秀妍不会坐以待毙 他机智的逃走 在地下车库和清晰碰面 其实这是他跟都次长商量后的结果 都次长不在乎张天宇的死活 但他在乎 他和张天宇有联系 可以跟踪张天宇寻找交易地点 都次长可以把锅全甩给他 但前提是要保证张天宇的安全 秀妍出发后 都次长也下达命令 全体作战人员追踪秀妍的位置 与此同时 张天宇和秀妍联系 他已经到达交易地点 正在等待 秀妍让他别关机 正在追踪他的位置 秀妍了自己的全部 如果行动失败 秀妍全责 两人都会被当作叛徒处理 张天宇犹豫了一下 主动说出交易物品不是图品 而是莫比乌斯 目前中间人已经怀疑有内鬼 他的情况不容乐观 秀妍让他先完成交易 以他的安全为第一要素 张天宇回到房间里 手机又突然响了起来 他正准备去屋外接听 多疑的洪一哥却让他在这儿牵 然后不由分说地抢走手机 接通电话 还好电话是金师傅打来的 但金师傅的话却让气氛紧张起来 内鬼抓到了吗 洪一哥愣了一下 只问张天宇为什么没说有内鬼的事 还好张天宇机灵 按照金师傅的情报 内鬼是愿意帮的人 而且极有可能是洪一哥 他让内鬼去查内鬼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不等洪一哥反应过来 张天宇就说终止交易 这次交易非同小可 不能有任何差错 随后张天宇通知秀妍 今天的交易终止了 因为有内鬼的存在 肯定会一个一个查 这样下去早晚会查到他 所以只能选择终止交易 先确保自己的安全 但秀妍不乐意了 交易取消 意味着这次任务无法完成 那他和张天宇都会被当成叛徒处理 张天宇受够了现在的生活 他真的做不下去了 可秀妍的话又不容反驳 搞得他现在进退两难 这时敲门声打断了两人 张天宇打开门 是月明帮的人 他的身份已经暴露 只能杀了对方 再次回到房间后 洪一哥把枪对着他 因为他今天的行为太过奇怪 哥以前有内鬼的话 就算把洪一哥打得半死 他也会揪出内鬼 可今天却出奇的平静 为什么 因为内鬼是他小弟 张天宇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他只问小弟到底怎么回事 小弟却切口承认自己就是内鬼 看样子他知道张天宇有问题 想用自己的词保张天宇平安 就在洪一哥要处决小弟时 张天宇一刀解决洪一哥 并干掉在场众人 枪声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张天宇正准备带着小弟杀出去 小弟却一刀划伤他 然后逃着摇摇 张天宇心痛不已 小弟直到最后还在保护他 眼看小弟要被当做叛徒处决 张天宇制止众人 说要亲自动手 他让其他人去做准备 洪一哥虽然死了 但交易还得继续 等众人走后 张天宇把小弟抱在怀里 小弟已经活不成了 张天宇无比痛苦 不久后 张天宇和秀妍见面 他把莫比乌斯交给秀妍 证明自己没有背叛 但秀妍却没要 而让他把东西交给中间人 继续完成交易 可惜张天宇做不到 他对自己的立场逐渐模糊 不知道该效忠祖国 还是该效忠三合会 但是有一点得说清楚 他并不知道 所谓的中间人是金师傅 秀妍给他一条火路 亲手抓住金师傅 证明他没有背叛 他怕像上次一样被组织抛弃 可现在的他没得选 如果不这样做 秀妍也保不了他 随后 秀妍向独自然回报 张天宇已经开始进行交易 捡求武装支援 张天宇如约和金师傅见面 可金师傅是拥有 丰富地下特务经验的老鸟 从一开始就看穿了张天宇 只是没表现出来而已 待他把莫比乌斯拿到手后 才和张天宇对峙 秀妍得知张天宇身份暴露 不过安危冲了进去 这时 金师傅还在对张天宇进行说教 什么为国牺牲 为民奉献 只不过是借口而已 像他们这种人 早晚会被国家压榨干净 然后丢到一边 当成废物处理 与此同时 外面的秀妍听到一声枪响 当他进去后 只看见已经死亡的金师傅 张天宇却不知所踪 训言学证地上的血迹来到海边 把枪口对着张天宇 质问他为何不相信自己 训言总是让张天宇 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真的有人希望张天宇去证明吗 在三合会和国庆院之间 他选择三合会 国庆院会把他当成叛徒 选择国庆院 最终还是要在三合会当卧底 所以无论他怎么选 下场都一样 倘若哪天不幸遇难 只会被当成身份不明之人随意埋葬 可就算这样 修言也希望他能回到国庆院 因为另一条路太黑太暗 没有尽头 修言明白那种在黑暗中挣扎 想拼命逃离的心窍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持续待在又黑又暗的地方 最终只会被黑暗吞噬 听着远处的警笛声 张天宇做出决定 无论他怎么选 结局都是黑暗 他扔掉口袋中的手机 表示这是自己的选择 不会后悔 修言犹豫片刻 一枪打向张天宇 张天宇应声落入海中 修言顺利拿到莫比乌斯 为这件事画上句号 之后 修言顺利升职加薪 但他并不是很开心 毕竟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用张天宇的命换的 修言的生日再次到来 虽然这次没有失去亲人 但失去的是更宝贵的灵魂 莫比乌斯的故事 到这就结束了 作为黑色太阳翻卖片 丰富了都次长 张天宇 以及修言的人设 让三人在正面中的行为 更合理化 张天宇这种人非常可怜 为组织牺牲奉献 到头来只是被当作工具而已 他深陷泥潭 进退两难 可以遇见金师傅就是他的未来 这种情况难免让人联想到 国家队退役选手 从小拼命训练 长大为国争光 有幸拿到奖牌 可以昙花一现 风光一时 退役后如果找不到出路 沦落街头行喜 编卖金牌糊口 都是常有的事 他们的结局难免会让人心寒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灯灯 感谢大家的观看